这双十一刚过完 圣诞节和元旦又紧随其后 有不少年轻的网友呢 在咱们买车家的后台留言 问道 哎这接近年底了 各种节日的优惠福利多多 手握十万元左右的一个购车预算 想要一台动力强 好开 实用性和智能体验 都不错的车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看懂了没 我们年轻人啊 虽然预算有限 但是要求可一点都不少呢 所以在这个价位呢 研究了一圈 找到了一款 比较接近大家需求的车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奔腾的B70 在我们的运算之内呢 它是可以实现我们在尺寸和配置方面的一步到位的 尤其是动力操控以及它的智能体验方面 是可以给到我们超预期的满足感的 而且拿到了实车体验之后 更是颠覆了我对于这个价位家教品质的一个认知 为了符合大家的预算需求呢 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奔腾B70的1.5T版 当然这台车本身还具备性能更强的 堪称同级天花板的2.0T版 但是开起来这个1.5T版的车型的时候呢 动力很充沛 已经足以让我感觉到非常兴奋了 那我们无论是在城市内 或者说是快速路啊 开起来奔腾B70它都可以实现快速的超车 而且呢上高驾路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坡度比较大的直线的上坡的路段啊 那这辆车呢 它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一脚油门加速到底 它是小排量的发动机 但是却有非常大的这种后劲 再有呢 你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它的这个转速拉得非常的快 变速箱会实现连速的降导 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提升上来了 另外还有一点让我开起来非常精彩的地方 就在于奔腾B70它的这种平顺性 以及底盘的高级感 那你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无论是在加速或者减速的时候 它都没有给到你这种突兀或者顿挫感 那我们加大了测试的难度啊 去进行频繁连续的加减速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它的这套动力衔接的表现呢 依旧非常的稳定 这里就不得不夸一下 它具备的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啊 它的反应是非常的逊敏的 而且呢传输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可以快速的执行我们脚下下达的指令 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油门多去给一些的时候 它的变速箱是能立马形成降档的 聪明的懂得我们驾驶者的这样的意图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底盘也真的惊艳到我了 那我们知道 以往在这个尺寸的自主品牌的轿车啊 即便是在平整的公路上去行驶的时候呢 也会多少出现一些底盘的多余小动作 比如说前后左右的轻微的小晃动 其实它是会影响我们坐在车内的一个体验的 但这台奔腾V70的底盘质感呢 是一点都不说这个级别的合资轿车的 它对于大小颠簸的过滤非常充分 动作干脆也不脱迷带水 这里呢就不得不说一下 A气奔腾的这套最新FMA架构 它在平台结构弹簧刚度等多方面 都进行了专属的调教 所以它的底盘质感的优化呢 是非常的明显的 以上这些明显的特质呢 对于一台后排要乘坐家人的中型轿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 当然奔腾V70作为一款称职的家轿 它可不只是开起来更舒服这么简单 它4米8的车长 2米8的超长轴距 是比同级其他合资家轿要大不少的 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呢 它是能更轻松的满足家用多人的出行需求的 坐在奔腾V70的后排 翘二浪腿也是不在话下的 三人并排去乘坐呢 也不会觉得拥挤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座椅的设计是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 是专为中国用户的体型考虑 量身定制 并且呢还标配后排的出风口和分区的温控 再加上使用八层过滤结构的超级滤芯 对甲醛TVOC EM2.5等有害气体进行高效阻隔 在触觉和嗅觉方面呢 都带来了远超这个价位的难得的高品质 这些呢还不是奔腾V70它价值的全部 得益于MFA模块化架构 奔腾V70是拥有先进的电子电器平台 让它在智能体验方面也是相当的能打 来到前排我们看到 除了在视觉上将科技感瞬间拉满的双联屏之外呢 它还搭载了D-Live 5.2 AI智能系统 更是拥有丰富的生态 除了提供常规的语音控制 娱乐导航等功能之外呢 还支持智能家居远程控制 实现更人性化的交互 当然不仅如此啊 奔腾V70从1.5T的高配版 也就是整戳系中配开始 智能驾驶辅助呢 就达到一般合资车顶配才有的L2加级水平 包含了主动刹车 ACC自信用船航等在内的 14项APS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可轻松实现自动驳车等高频智能化应用 自来奔腾V70还支持 360度全景影像 自动驻车 上坡辅助等配置 对于新手来说啊 让整个的用车环节可以是变得更加轻松 那整个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奔腾V70它的综合产品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尤其呢是在尺寸舒适性的配备 以及智能体验方面 完全是用入门合资家教的价格 实现了顶配车型 甚至是超越顶配的表现 那这种越级的价值呢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是又多了一层让利的诚意 总之呢 就是一个字 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